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老胡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在前段时间我做了这么一期节目 叫提高长视频的文波率的秘密 这期节目的核心的概念 就是对相对比较长的视频 你应该给它加上章节 或者叫目录的导航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观众在观看你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 如果其中有一段他不感兴趣的话 他知道后面还会讲其他的内容 所以他有容忍度 他会等你后面一个感兴趣的内容出现的时候 他再来继续从那边观看 所以增加观众的观看体验 能够提高你视频的观看完成度 这是一个内容导航或者内容目录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YouTube新进推出的一个跟相关的一个新的功能 它叫做什么呢 它叫做视频的章节 Video Chapters 其实这功能的基础部分早就有了 不新鲜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在你的说明区里头 这样一个带时间戳的目录 注意哦 这样一个比如说 0.00就是说视频的最开始 是这样一个章节的标题 46秒的时候是第二段 1分23秒是这么一段 那么我个人建议的形式是这样 把这个时间戳放到前面 这样不仅工整 而且我也会知道每一个章节的长度 比如说这地方是从1分23秒开始的 下一个章节是1分45秒 所以它中间就是20几秒 我一看就非常清楚 如果你把这个时间戳放在每一个标题的后面 因为它是错位的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非常快的获得这样一个信息 所以我建议在视频的说明区当中的目录 要按这个格式来做 也就是说把时间放在前面 而不是放在后面 另外整个的目录可以放在视频的说明区的任何的位置 那么我个人的建议是 你不要把它往后面放 因为观众打开这个说明区的时候 就是想通过它来寻找不同的章节 然后点击它 如果你把这样一个目录 放到这一大堆宣传信息后面来 它使用起来就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应该把这样一个章节的内容 仅靠这个视频说明区的上部 好 这样一个在时间戳的目录 不是YouTube的一个新的功能 它这一次在上个月添加的新的功能是什么呢 在这个视频的播放器本身显示了这样一个章节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点击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1分49秒 1分49秒 它就应该出现在这个章节里头 那么章节的标题是Video Chapters Experiment 大家注意看 同样的信息显示在这个播放器本身 如果你把鼠标放在这个上面 你看也显示的是同样的信息 所以这个内容的导航部分 直接放到播放器本身 也就是说你可以完全不打开这个视频的说明区 正常的人是这样的播放 看不见视频的说明区 注意哦 在观看视频的时候 只有极少数的人会打开视频的说明区 所以虽然这样一个功能 老早都有 你可以把这个目录做在这个说明区里头 但是使用的频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YouTube这一次增加这样一个新的显示 是非常棒的 对这个现有功能的一个增强 所以大家在播放器里头一看就可以看到 我对这一段不感兴趣 那么我就跳过去 看下一段 这一段听他前面几句话 我对这个章节不感兴趣 我就跳过看下一段 你看看 这个就给整个的视频带来一个结构的信息 就是我以前讲的相当于是目录或者是内容导图 你在播放这个的时候 你可以把鼠标放到这个地方 讲这段是讲这个 这段讲这个 所以你就有很大的操控性 你可以不断的跳来跳去 然后你喜欢的那一个可以不断的倒带 重新观看 这个就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 唯一的一个缺点 它没有任何的快捷键 能够使得你从这一段跳到这一段 跳到这一段 跳到这一段 你非得用鼠标来点击 那鼠标是很难精确的点击到2分19秒 是这一段的开始 那么我使用这样一个功能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一般点到这个地方的最后 那么一秒钟左右 然后它开始播放 它就会从2.19秒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 所以我能保证这一段完整的 我是能够看到的 如果我要看这后面一段 我会点击这个视频的最后的 那么一两秒钟 让它跳到这个地方 这样操作就有一点 类似于快捷键的使用了 所以非常方便的 前面如果有个话题 我想重新复习一下它 我就把它跳转回来 再看这么一段 我就知道这一段它已经讲到这个地方 就讲完了 我也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多看下面这一段 所以这样一个功能 非常的有用 能够提高我们观看的效率 那么这样一个功能 它是上个月4月7号那天宣布的 目前是在一个试用阶段 不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频道 所有的视频都能够看得到这样一个功能 它在4月7号宣布的那一天 这个iOS的版本还不工作 我刚刚检查过了 在手机上已经可以看见这样一个新的功能了 那么我就好奇了 它现在是试用版 我现在这个频道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玩 我在做这期节目的一个多小时以前 我就把我这期视频也加了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你看8秒钟 它就跳到8秒钟 这个第一节 那么6分15秒 接下来我们就跳到6分15秒跳到第三节 但是大家注意看到没有 我这底下没有出现这个视频章节的那样的导航 所以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在播放这个视频过程当中 在播放器里面 我看不见这样一个章节导航 是因为我现在这个频道暂时没有这个功能 还是讲我虽然做了这个东西 但是你等的时间还不够 才等一个多小时 它还没有处理完 说不定明天回来 大家在播放的时候就能看见这样一个章节的导航 具体属于什么情况 我不太清楚 但是这是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今天做一期节目特别的告诉大家 最后我想讲一下 这个功能和我在这一期节目里面讲的 这个内容的导航之间的差异 这个节目里面介绍的方法 对一个长视频 在视频内容的本身就有章节和导航的信息 而今天这个方法它这部分的结构信息 来源于视频文件之外 并且要依赖这个视频播放期的特殊的功能 你想象一下如果我这个视频要发布在其他的平台 没有这样一个播放器来支持这个功能的话 那么刚才我们看见的这样一些信息就不会再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方法有跨平台的好处 那么在YouTube这个平台当中的话 我也建议大家两个都使用相辅相成 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用户观看体验 好了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再见 谢谢